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老师为您带来的多谈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梦魂联赛第19赛季的胜者组决赛 Liquid对战GG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第一场比赛Liquid是依靠着一场非常精彩的表现 而且是一个应该说是比较优势的阵容BP吧 顺利的拿下了比赛 那来看一下双方BO3的第二场 这场比赛大胜是被搬掉了 隐次也没放 Liquid继续一抢老陈 GG接着拿小鹿末日来针对你的老陈 然后在看到对手的末日加小鹿之后 Liquid果断的是在第二手直接拿出来了一个奶绿 直接把新英雄奶绿拿出来了 然后Liquid这边在三四手选择搬掉的是猴子和小娜家 而GD则是搬掉了一个龙骑士先 先搬掉一手龙骑士 那面对末日的话你肯定是要去打多核了 你不能打单核 打单核肯定是打不过的 肯定是打不过的 那么看看这场比赛 将这场比赛 GG在第四手搬掉的是一个赏金猎人 Liquid是一个秒斑穿山甲 把对手比较方便去冲奶绿脸的英雄都给搬掉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就是两个幻象系英雄都被处理掉了 GG如果想继续去冲奶绿的脸可能现在是有点不太好冲了 只能靠末日自己去冲 但是末日自己去冲的话 他需要能够有A杖是最理想的 如果没有A杖的话 对方穷比零这个点 如果你是指着自己的大招单体给到对方身上 效果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那GG选择在第五手搬掉了一个小强 上一场比赛末日被小强坑的也是非常的难受 小强隐身开皮弹焦土这个事儿 末日实在是黄不胜防 第三手GG拿出来的是一个萨尔 拿出来了一个萨尔 看到对手的萨尔以后 Liquid这边应该是在琢磨剩下的两个C应该怎么选 老陈现在初期对线肯定是要被打爆的 这个肯定是要被打爆的 这个毫无疑问 大叔小精灵这个版本有说法吗 还是说上个版本老罗IO还能玩 可以玩小精灵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甚至在这个版本里面比上个版本应该说还更厉害一些 因为这个版本 无击品全都有存货上限 然后有补货的时间 小精灵这种奶妈型的英雄 其实反而是更好用了 哦 Liquid这场比赛拿了个紫猫 邪影风铃应该是交给Voxy去打 因三年的老陈 紫猫的话 应该就是Nisha去用了 第四首GDX 选择拿出了TB 跟上一轮比赛SR对战T的时候的最后一场 这个大哥位的对决是一样的 TB对战穷英B0 那在最后一手的选人方面 Liquid应该差的是个三号位 而 不过其实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斜影风铃倒是蛮适合打一个主力位的 斜影风铃它这个版本对吧 现在BKB这个效果 魔法伤害可以打上去 魔法伤害可以打上去了呀 它可以打上去了 现在斜影风铃面对对方的BKB 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输出了 它一样有输出 它只是说对方的魔抗比较高 它的输出可能会低一些 但是低也还是有 它并不是说没有了 现在GG在最后两手的搬人方面 Liquid这边是先搬了一个火猫 针对一下奎因 因为奎因最近的火猫实在是太猛了 对方搬掉的是再妹的大屁股 防止对方大屁股来快速 对全地图的支援 格上表Liquid这个阵容很脆的样子 Liquid这个阵容不脆呀 这个阵容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阵容 子猫有盾 然后有异化可以躲伤害 斜影风铃有暗影直径可以躲 屏隆壁灵有越界可以躲 老陈自己本身是出治疗装的 他出治疗装也就意味着他会很肉 所以Liquid这个阵容 它只是看起来这些人物显得有点薄脆 但是自保的能力其实都很强 想杀的话比较困难 现在这个版本 斜影方铃我觉得打个三号位 出给一仗应该是一个选择 顺带一提的就是斜影方铃这个英雄 在游戏的中后期 如果你让他拿到了攻速装 加上A杖 加魔龙枪 甚至大推推这种道具 之数真的很高 真的非常的高 高的有点离谱的那种 只不过这个英雄最大的缺点是打钱太慢了 他打钱有点吃力 他可能经常需要作祟来打钱 如果你想刷的快的话 第三首雷克特拿出来了一个死灵法师 死灵法师在最新的版本当中 我觉得他有一个改版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他的魔精 魔精的那个技能 从之前扔出去一个特别弱的一个爪子 现在变成本体飞过去 本体飞过去的这个属性其实很好 因为死灵法他是一个需要去贴近对手 才能打出来有效伤害的英雄 然后这个英雄本身又手短 他又不太适合去着急出跳刀这种东西 他不是不能出 他是不适合着急出 因为他本身需要去贴脸 他就需要肉起来 肉起来的话要的装备就比较多 现在只需要一个1400块钱的魔精 就可以解决这个机动性的问题 简直太划算了 还不占格子 不占格子 然后呢同时可以解决机动性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在机动的以后 给到一个一技能 可以说死灵法这个版本的实用性 比以前提升的非常的多 最后一手 帕克还挺适合的 并且帕克也没有被搬 上一场比赛的帕克输了 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去 不敢用 拿着他TA 鼓了一手输出 我说一下为什么突然间笑了 因为这场比赛 我看不太出来 他这个TA是用来打谁的 你知道吗 他好像只能用来欺负老陈啊 他打再妹的死灵法 需要有否决挂式 没有否决的话完全打不了死灵法 打这个子猫的话 也非常难打 打邪影方灵 你得出个沉默 才好歹 打米开的群影币灵 是干脆就打不了 团战的时候 只要对面这个群影币灵 一大招一开 就干脆就打不了 或者是就不出否决了 直接出凶针 直接出凶针也行 英灵凶针也可以 看看实战效果怎么样吧 这场比赛 因为确实 GG这个队伍 他们现在能成为 就是几乎 全世界最强的一支战队 在BP方面 以及在对于游戏理解方面 一定是有独到的一面 看一看它实战的发挥怎么样 货磊 敬肯这场 破折光 其实这场比赛 是Liquid比较 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他们这个阵容 在破折光的能力上面 是比较弱的 当然有观众可能会说 小花仙的作祟可以破 小花仙的那个作祟 你很难去形成有效的集火 他太随机了 他攻击的对象 实在是太随机了 所以破折光这个事 可能会成为Liquid 比较难题的一个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确实Liquid的这个阵容 打TA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吃力 但是TA打Liquid的阵容 也会有一点点的吃力 两边都熬到 对方的保命技能 和BKB结束以后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TA没有BKB 对方没有任何的自保技能 那这个场面上来说 感觉是GG好打一点 感觉会变成GG好打一点的局 因为这场比赛 从阵容来看的话 现在GG拿出来这头阵容体系 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就是我用末日来单防你的奶率 我也不管这个 我能不能杀得掉那个奶率 这个我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我不管 反正我要单防你的奶率 我不让你的奶率去放心输出 一个大招把你废了 然后剩下的两个大哥去跟你 绝一磁雄 大概的思路会变成这样 这里一上来 被对方给上一个标 又好疼啊 先放在那边吊血吊的 在第一波双方互怼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Liquid的这个阵容 不像之前上一轮比赛 SR最后一场比赛 它有一个三号位的谜团 谜团可以给奶率创造出来 一个完全无人干扰的输出环境 而这样比赛Liquid的没有 它的三号位是个死灵法 中单是一个紫毛 并没有团控 都是点控 甚至连点控都不是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 群雄逼零没法去 无脑战装输出 然后难免就会变成一个拉扯 再没要死了 这边让对方的SR拿到一个一鞋 然后看一下奶率 在这个位置 好像还是打不过 那赶紧回去 传送过来想帮一下 结果没成功啊 让对方直接抓了一个机会 完成了一个一二鞋 都拿到以后 米开选择做传送门 直接回去 然后继续发育 对方的SR也是做传送门 回来 还A了一下米开 中路现在 妮莎的子猫和对手TA的一个对线来看的话 现在打的是不错的 上路这里有机会杀吗 看看德拉乔的血量还不错 两个人一罗合击 吃个魔伴 这里扔一个榴弹 这个榴弹 我怎么感觉扔的有点晚 感觉这个榴弹 是不是扔的有点晚 应该不是CD了吧 因为这个榴弹这个东西 因为没法 叠在一起拿 应该不是CD了 可能就是没扯的扔 这场比赛比较少见的妮莎在中路跟 那奎音的对线是占了一个优势 这个跟英雄有关系 但是最近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 妮莎感觉也是回来了一些 比赛的状态调整过来 这里下路打了一波没有打死 老陈带了又是带了一个英神女妖 非常不错的一个感想 小心点 又一会又被吃了 我不定 再没过来掩护一下 Foxy这个血线有点低 这里A一下 然后开暗影之镜 躲掉对方的一个弹道以后 回头给一个破译机 消耗你一下 漂亮 所有的操作都非常的极限 死灵法目前是5-0的一个正反母 下路乃绿是8-3 对方末日是11-2 还是一个优势 主要也是因为米开一开始去上路帮了一波 但是没打到人 回到下路以后浪费了点时间 看看Foxy跟对手拼一波 对手乃一口 伤害很足 小路直接绕出去 这个花如果给的位置 再稍微靠下一点点的话 对方就有点不太好处去了 大概率可能就要硬踩一个 现在TA的补刀补回来了 我们再等级稍微上来一点 折光和这个灵灵之恩的弹射 等级上来一点以后 中路的对线还是可以的 经济方面 中单两个人现在是第一第二 然后末日紧随其后 紧接着是剩下的三个大哥位 经济也都差不太多 刚刚这里Nisha 矮点被对方给单杀掉 现在TA在这个版本里面有一个改动 下路这里漂亮 拿到一个人头 在新的版本里面有一个地方 改动要说一下 这里TA单杀了呀 在前期 我这刚说Nisha最近的 对线状态回来了 然后就被奎音带上 TA最近有一个版本的改动 我没有给大家在新版本讲解里面提到 因为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动 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TA现在的陷阱可以永远保持在一个可以反补的状态 你就可以去A自己的这个陷阱 而且A自己的陷阱会正常的去触发 他的三技能灵灯之刃的弹射 也就是说你实在追不上对手的人的时候 你可以原地放一个 然后去A一下这个陷阱 利用弹射来完成对对手的击杀 这里上路 小路带着一个召唤生物的狼 完成了对对手的一个击杀 下路迷开 又是被末日和萨尔两个人一波成功的集火 这块这个召唤生物还在追 但是这个召唤生物的伤害不够 那帐王末日在追一下E3内的老陈 老陈选择绕一下树林 对方的末日放弃了 这波绕不过去了 东路 妮莎跟对手TA的这个对线呀 是真打不过呀 这减甲球加上破隐一击的减甲太要命了 赛妹要死了 没有去加二技能 那么这一波Boxy救不下来呀 在前期对线 他能自保 但是他救不下来队友 这样开局5分钟的 正好到5分钟的时间 在GG目前是6比1的人头数领先 这个才符合我对现在的这只Liquid 和现在的这只GG的一个实力的判断 和近期比赛表现的一个估算 大概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差距 而且这场比赛 我跟大家说 这场比赛 GG应该不会像上一场比赛那样被翻盘 翻盘的概率比较低 给上一个沉默 然后呢往外走 对方萨尔还在追 TP也赶到战场 这里给上一发恐惧 但是TP还在追啊 看看给上一个赎罪以后 这边喂一棵吃树 赶紧让全民能吃一棵树 还行救下来了 上路这边小路利用自己的销售 吹了一下对方的小花仙 小花仙给上一个诅咒王冠 打一个破影一击 然后死灵法库来救一下 Boxy原地停一下 把对方的大 推进的这个大彩虹标 伤害稍微降低一点 自己这波算是活下了 还可以 不过经济方面已经落后的比较多了 完了 这关还好有一个异化 这个异化要是没有的话 尼射尔还要死了 光炸一个那个陷阱 都能给他炸死 恨不得 奶起来了吗 没奶啊 没奶啊 你看上一场比赛 选完人 我不就说 我说Liquid这个阵容 猴子处理不了 到了游戏中后期 猴子处理不了 大概率应该是无脑 我上一场比赛 我说无脑看好液体 这场比赛我其实比较看好GG 但不是无脑看好 稍微分析一下的话 也大概能想象得出来 GG选这套阵容的一个思路 而且他选这套阵容的这个思路吧 Liquid其实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他处理不了 他就算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他也处理不了 这关暗影之镜开起来 中路 Nisha就被对方送走了 看一下Boxy 被对方小路一个标直接标死 死灵法这个地方也很危险 死灵法现在手里面是有一个二技能的 加上有11高的魔伴 开启自己的二技能 吃一下魔伴 让这个魔伴尽可能的多回一点 等多数来到8比1 现在GG领先了3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这套比赛是一个 应该是个单方面的吊打 应该是个单方面吊打 紫猫这个英雄 紫猫这个英雄目前来说我还是非常的不推荐 拿 或者说你拿这个英雄的时候一定是几方 是最后一手拿这个英雄 然后你对对方的英雄确实是有足够好一个限制的时候 我们再去选 看看这里 紫猫一个残阴拉住 刮杀上去后 再加攻击脉冲 但是打不过 你看 你看打不过 直接让对方EV2 你再不走要双杀了老铁 赶紧走吧 你再不走要被双杀了 赶紧一个刮杀走人 奎因再扔一个陷阱 剪一下素 前面我还有一个 双剪 看看这里 两刀 然后再加一个平A 直接让奎因EV2完成大杀特杀 两个人打一个 被对方一个人反杀了两个人 甚至打完了以后对方还有一半的血 这就是紫猫这个英雄 现在我非常不推荐去选的一个原因 他的输出实在是有点过低了 而且这场比赛 Liquid的这个阵容 没有破折光的手段 他太缺少破折光的手段了 在游戏的全期都不是前期的问题 加入这场比赛 A4整场比赛就干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大招扔到对方奶绿身上就OK了 没有其他的事可做 就这一件事 看看这里 踩一脚 异化崩出来 带走对方的萨尔 萨尔这波被击杀了以后 还有一个对手的末日在这 紫猫输出起来 输出还行的 这被打爆了 紫猫的输出起来了 他跟其他正常输出的英雄相比 他也不行 你不能去跨装备比 你一定要同装备 或者同经济去比 紫猫这个英雄 他的技能就决定了 他就是个欺负脆皮的 欺负后排脆皮的英雄 他是自保能力强 欺负对方后排脆皮强 但是你真的说输出 他输出是真不行 真的拉这个英雄 这波再美 为对手两个人再围剿 看看萨尔的下一个垫 CD是谋好 个性皮试有没有 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有的 给个性皮试 回来再加一个垫 德拉奇奥一个平A 直接完成了这波收割 打掉对手以后呢 在中路这边 boxy是配合自己的队友 完成了对于TA的一波击杀 看看子猫过来 拉对手的萨尔 再给一个刮痧公共卖冲 你看杀个萨尔 你看这杀个萨尔 快把自己累死了 这里异化 躲一下对方的更进皮试 直接往树里里面走 这块垫还在 视野也还在 但是一个垫还剩最后一下 TB再接着追 萨尔在等自己的下一波技能 这里吃一个魔棒 妮莎再往上面绕 再给一个框 这波没框住了 但是给到了一发零坎 TB的移速是比得快的 跟上来给上一个倒影 萨尔直接进来 一个平A完成了击杀 当比赛 死灵法现在的预购篮里面 放的是一个飞鞋 因为自己这边有老陈 所以不用他去出团队装 让老陈去出就OK了 10分钟已经拉开了 6000家的一个团队经济 14比3的人都是出 这块直接驱散掉 驱散完了以后 萨尔也过来了 一个狂 对方过来想救 但是这个根本就救不下来 被秒掉了以后看看紫猫过来 又是瞄着对手萨尔打 结果还是打不掉 萨尔直接原地铺一个大招 但是因为没有框 紫猫也是提前撤的 并没有能够留住对手 15比3 米开的群人毕灵 现在是假腿 大摩瓣 然后再出雷锤 讲道理 这场比赛应该轮不到他出山了 等不到他出山 这场比赛应该就结束了 这块恶尽批事 直接钉回来 再加一个框 那么这块没有蓝了 没有蓝有点尴尬 等了一会儿 然后蓝够了 放出来 米开这边出不去 TP变身 越界结束 直接一顿和鸡 带走 米开这波 乃绿又被对方击杀掉 让人多数来到了16比3 拉开了7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杀 给上一个倒影 恶尼批事 盯一下 再有给一个框 不让他出界 等着他的暗影直径结束 那么两个平A完成收割 格拉乔已经主宰比赛 TA这块又被对手拉了一下 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对方打不过自己 自己本来是追杀 妮莎的 被这个拉救了一下 妮莎这边自己方自能自保成功 然后呢 刮杀进场 也就吓唬吓唬对方 真的是 现在也就是吓唬吓唬对手 但是这块没有异化了 刮杀回去 再给上一个拉 拉住了对方 TB 然后呢 这里给上了一个沉默 但是 TB并没有撞到 而是直接选择跟奶绿换血 他8000经济了 17比3 再妹的死灵法 这样比赛 再因为现在 对方这个小鹿 不需要去驱散别人 也不需要去跟老臣抢野怪 他所有的魅惑 这个技能都可以留着 用来去驱散你的死灵法 就用来驱散你优魂护照 我也不用干别的 就驱散这个 大家在这边出了个飞鞋 我刚才说 这出飞鞋不是暴毙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 出飞鞋的目的 现在这个版本 地图大 而且在地图的角落 对吧 两边地图的角落 是多了两个前哨战 你出一个飞鞋 这个道具 在逆风局的时候 因为等于相当于 一个免费的TP 然后你可以频繁的利用飞鞋 去地图的两侧带线 去牵制对手 就是把这个烈士局 强行给他拖成一个 膀胱局 就是你早一点出飞鞋 他有这个作用 有些观众可能会说 那我出TP不是一样吗 TP还是有区别 TBR有区别 因为TP你得买 挺贵的 飞鞋还能加一些疑速 对于当前这个比较大的地图 来说的话 疑速也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版本 夜间会送给你一部分疑速 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萨尔给上一个框 一个电 米开赶紧放上一个二技能 米开的这个二技能 叫什么 换魂 弹无需发 换魂 神枪在手 和越界 给子猫上来 拉住 打一套爆发 想杀对方的TP 这里一个斩 可以 斩掉了 斩掉了以后呢 再留一个对方的小路 这里给上十岁 队友过来 完成了一个击杀 零分二 那么高台的这个视野 应该是要被反一下 高台的这个视野 应该会被反掉 烈士局的时候 就是酱油最忌讳的 就是在自己本方 半场逛街 这个是 这个是逆风局 最忌讳的一件事情 逆风局的时候 酱油是一定要去 把对方的英雄 去拉回到 他们自己家半场 然后你的大哥 才有地方刷钱 对方的 大叔死灵法出大飞鞋是什么鬼 大飞鞋CD短啊 CD短啊 30秒一次 而且移速更快啊 这可是高贵的大飞鞋 移速110 然后再加上30秒一次的TP 然后随时可以飞自己的队友 随时飞自己的队友过去去斩杀去 这很合理 这很合理 你看那个比赛的局势是不是被拖下来了 对不对 你看这场比赛的节奏是不是被拖下来了 好 你下这罐被对方的一个框给看到了 一个残烟拉了一下 一个垫给上去 那么手里边在等下一个框的CD吗 没有 他选择直接原地扑大了 紫毛这边再给上一个呱扎 成功的带走对方的紫毛 但是下路这边乃绿被击杀掉了 乃绿被击杀掉后 死灵法 这个斩没斩掉 有点可惜 不过还好 发现子过来补书戳 完成了对方TA的击杀 这里再接着追对方的小鹿 这小鹿是真的有点难杀 这哥几个不杀小鹿了 过来找对手的末日 再提币变身 反打 逆在这里攻攻脉冲 给一下 然后往回撤 对方的视野上面有一点差 没有看到这个紫毛 没有办法完成后续的击杀 然后两个小鹿和 你看高贵的大飞鞋 CD就是短 对吧 很快CD就赚好 然后直接一个大飞鞋飞回家 然后再出去去刷钱 去带线 你看这个团队的经济 被拉回到6000了 拉回到6000了 之前已经被对方 拉开到8000左右了 现在拉回到6000了 而且现在把GD打的 所有的人都在疲于奔命 死灵法甚至直接跑去带线了 什么什么鞋 什么奶绿 什么穷鹰比铃 去去去去 也去玩的 线上哪有你的事 线上都是我的 这边死灵法 晚上带着暗淡凶针 加上大飞鞋 疑速超级高 好几个 乐大叔现在不卖盘 改卖鞋了是吧 不是 不是卖飞鞋 是因为现在这个地图 它确实是大 如果你短时间内 并不具备一波直接 把对方冲死的能力的话 冲上对方高地 逼着对方必须回绑的话 它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大根 死灵法这边准备补一个大根 这就是要真正的当核 当核去打 因为这场比赛 中单子猫 大哥位的奶绿 对方的杜姆 可以完全不理你这个子猫 就是我杜姆 根本不可能给到你子猫的 我就怼着你奶绿 别人我不管 我就追你奶绿 看这边子猫上来 对方的萨尔 用自己的大根 哐 漂亮 这边直接坑一下 然后大飞鞋 你看厉害吧 直接飞自己的队友 一个斩 斩死对方的萨尔 斩完了以后呢 这一死灵法过来 开技能 给自己的牛奶一口 然后接着你这个A4 完了 这波没了 死的真快 死的是真快 好贵 三下 真的 三下 我就看见他血掉了 三次他就没了 好贵 笑死我了 没事啊 这个对于死灵法来说 没事 这种被击杀小事 看看这块 直接飞自己的队友 哎 这技能被放出去 被对方的陷阱 给看见了 而且打断了 他的这个技能 贴自己里边 是买了一个魔精 那买一个魔精 出来的话 看一下 还要拉了一个眼 可以 拉完眼以后 开一张技能 你直接有一张TP亮起来 直接选择回家 叶体奥大叔加班 讲道理啊 其实怪GG 是GG要让我加班 GG第一场比赛的阵容 要是选择没那么瞎的 他们第一场比赛 不会输的 要是直接抢掉一个魔方 抢掉魔方以后 再妹上来送了 再妹上来送了 你被强化了 快去送 死猫出击人 觉得那边也好 打一波输出 根本就不疼 对边不疼不痒 那这个地方看一下 还好 奶率是开始自己的技能 上来捕了一波输出 这个破影机 直接带走对方的一些萨尔 还有后续伤害吗 问题是还有后续伤害吗 TB和TA你能打得过吗 看看这边破 哎呦 这个破的好快 结果 打死了 独龙卖冲 再给一下 这死猫在努力输出 崩一个魂 炸出来 自己的队友 完成一波双杀 他还剩最后一个小步 五人团灭 我的天哪 我这死灵法 一个人冲上去 把对方的萨尔 匡纳吃完了以后 让奶率输出 打爽了呀 奶率一波 A了6300 紫毛打了3700 我这个失出拉扯 TB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他们真的敢打 真是 真就怼着你 TB没变身 然后硬打 关键是他打赢了 关键是他打赢了 所以大飞鞋就是厉害 看出发了吧 大飞鞋猛不猛 就你一出大飞鞋 你就一千 你就一千鞋出头 你就一千鞋出头 对面一看 对面一看 什么一千鞋弄他 我可以说 这场比赛 要是Liquid赢了 全靠这个大飞鞋 现在他已经有大根了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 普通的死灵法师了 他甚至要准备下一个装备 出魔镜 自己飞上去 自己飞上去 给对方大根去 死灵法这个英雄 突然他就灵活起来了 对方这里又打掉了一个魔方 两个魔方全部打掉 哎呦 这 你看这大飞鞋 直接飞到自己队友身上 然后配合紫毛 完成了对于对方末日的击杀 紫毛这场比赛是出了个联机刀加天堂 还带了一个减甲球 我说他平A人打人这么疼 联机刀加减甲球加上一个天堂 紫毛这个英雄 是个全才英雄现在 所以他的攻击力现在很高 你看他白字攻 你看在这个紫毛的白字攻有164 TB这边变完身以后才216 他变身的攻击力加成是60 如果他没有这个变身的话 他攻击力还没有紫毛高 这个TB 没变身的话 恶念撇射 钉坏电 然后庞大 留住 这里给上一个脚械 一张TP亮起来 秀的可以起 Nisha这个紫毛这场比赛 他秀起来了 作为一个全才英雄 现在确实是不用操心 自己加什么属性 反正加什么属性都有用 这里紫毛过来 抢一下 看一下萨尔 萨尔萨尔萨尔这个地方 他直接带走 漂亮 我们想了一下 算了 算了 抬个手 吓唬他一下 得了 别真把大招放出去 这边在外面的大飞鞋加大根 然后配合紫毛两个人 到处击杀对方的酱油 DNA的数据现在是7杀3死3助攻 死灵法现在是5杀8死4助攻 这死灵法死了8回了吗 我都没注意 偷摸了 已经被对方击杀了8回了 米开的奶绿不声不响的 已经把自己的经济追到了全场第二位 紫毛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要做的是林肯 夹腿连击刀天堂 然后做林肯 你还别说紫毛这样比赛 做个大 大大大连击刀 也就是鱼叉 咔开战的时候 把对面的末日 拉到自己脸上 奶绿现在手里边是大推推 再加上一个林野成功 还有大雷锤 看一下这里 给上一个脚线 对方这里炸车一个减速 老陈过来给上一发赎罪 两人能追得上吗 残烟拉住了 然后这里又留住了对手的末日 完了这个末日没了 什么跑不出去 开BKB 对方推推往前追 强行Ace 漂亮 就硬Ace 山上出了一个水行剑 刚才最后一枪暴击 直接送走了对方的末日 那这样的话经济反超 这些强行Ace 那些强行Ace 是在Dyer's Top Tower 他们在Dyer's Top Tower 那玩TB落地 给上一发倒影 开变身 对方这块出了一个赤红甲 赤红甲 非力量行李星 出的话并不是太厉害 对方 因三年又买了一口 这里给上一个脚线 恶妮皮士 看回来以后 结果是正好脚线到了这个TB 然后因三年一张TP回去了 这场比赛让李会得翻了吗 真的假的呀 我就是说说的呀 我这 这大飞鞋 我就是说说的呀 我不是真的理解了 他这个大飞鞋 我也不装了好吧 我也不装了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好吧 大飞鞋 他大根死灵法 他还真的搞出来点事情 你别说 看看这里 DOOM找到了紫毛 直接把紫毛订做 那这边紫毛没了 看看这个人头 最后反补 我的天 前影帮流仔 开了大影子 就憋了半天 最后给自己的队友反补了 上路这里死灵法 死灵法的一个位置 没有死 米开在旁边掩护一下 给个技能掩护一下 然后看看因三年的老陈 因三年的老陈 这里被这帮留住了 nice 零换三 NEC现在手里面的装备是出到了汇光 下一个装备立志双刀 马上就能做了 钱马上就够了 之前理解了大飞鞋 现在开始装不懂 不是 飞鞋没问题 飞鞋我是完全理解的 但是他直接大飞鞋的这个思路 我确实是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不是 群蜜灵直接被对方秒掉 嗯 了了 米开的大杀特杀被终结 给了对方589块钱 单人 再加504的助攻 现在准备升五级大根了 想到你这两个队伍的比赛 我愿意他让我加班 好吧 这两个队伍的比赛 我愿意多看一场 多给大家解说一场 老陈的赎罪给到对方TA身上 然后通过赎罪所加的攻速 来帮助自己的队友快速破折光 嗯 是个路子 是个路子 确实 DG波过来打路山了 TA在后面打 小路在前面扛 这个时间的话 还有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足够了 这场比赛就算是没翻两只队伍 打得也都挺好的 没毛病 打挺好看的 子猫这个英雄 下一个章为他做的是林肯 现在还差一个 风饶之环 风饶之环 李葵又是一波非常他们非常爱用的一个打法 就是在对方刚刚打完肉山以后打一个毒口 但是现在肉山的这个坑的区域并不是太容易毒口了 哦 抓到了对手的TB 但是没有连矿 这个斩提前给 一套几张秒掉 nice 这样的话只剩TA一个输出不够 再往前抓一个刮杀直接秒掉 那么对方这里魔精的一个陷阱炸出来炸了一个沉默 妮莎看看再往前追 还能追到对方的小路吗 有没有机会 好像是没视野了 这个区域确实没有视野 跟不上了 但是这一波又是埋伏成功对手的TB和萨尔 这个TB给了对方464块钱的单人加780多块钱的助攻 萨尔都给了532块钱的助攻 这钱给的太离谱了 这样的话 雷快选择一波爆头直接上来反推掉对方的优术二塔 经济方面 奶绿和死灵法的经济都已经超上来了 紫猫的话虽然他的经济一直没有赶上来 但是他的装备到现在为止的话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下一个装备他准备出的是强袭 出一个强袭来给自己加一些护甲 给队友也加一些护甲 防备对手的TA给秒了 死猫的林肯到手 他身上带了一个罗壳 蜗牛壳这个东西的话 即便就是你忽略掉他反击的那个效果 他反击那个效果对于近战英雄 打对方的远程英雄 完全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真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包西 包西被烦死了 我气 包西的小花仙被魔方制裁了 被魔方烦死了 好惨 现在紫毛已经232的白字攻击力了 你还别说啊 紫毛改成全才这个主性 以后好像是没砍成长 紫毛好像没砍成长 导致他这个英雄 现在的白字攻高的有点离谱 232的白字攻 DB白字攻才194 加上绿字攻才218 然后呢 紫毛的白字攻陷有232 那这么看 这个版本的紫毛输出 确实是比预想当中的要高一些了 这个真的是要高一些了 这样的话 之前我还说紫毛这个英雄 因为他的输出确实是成长性有点差 但是现在这么看来的话 尽管他的成长性不能说高吧 但是相较于以前的版本 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紫毛出来一个攻击外冲 看一下再抓一下对方的角落 残烟拉住 那么直接一套技能秒掉 他说你看那张表 紫毛就是最高的 我记得那张表 我记得那张表里边有一个就是最高的 但是我当时忘了是谁了 30级裸体攻击力比之前高60 我的天哪 60点攻击力相当于一个敏捷型英雄带蝴蝶的攻击力加成了 全才这个属性其实就是给紫毛出的 对他的从他更新的那个日志来看的话 全才这个属性就是为了紫毛设定的 但是都就他没砍成长 这个事还是有点厉害的 当然了这个加强我觉得也算在情理之中 因为毕竟之前的紫毛太废了 根本就没边用 完全上不了场 也正是因为他之前完全上不了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紫毛 我对于他的不有印象还是输出太低 结果忽略了他这个超级变态的一个成长 我没有可能是因为TB太废了 TB这个英雄他只是说 没有得到什么大幅度的加强 但是这个英雄本身在 所有的一号位英雄里面 他也算是可以用的一个级别 紫毛里边选择出了把引刀 出了把引刀这是要干嘛 从他的预购栏里边来看的话 他是准备要去出大引刀的 强袭和大引刀 你看一下弓卖抽 这里过来以后 萨尔给一个框大 nice啊 埋伏成功 这个埋伏成功 但是老陈在旁边奶了一口 第一波没打掉 杜姆这波也发现了 这个紫毛才是祸害 大招给上去 然后呢这里一个恐惧 打到再美身上 再美往回撤一下 那么看一看 这里再给上一个框 奶率开大招开始出来 疯狂输出 那TB这里没有死 TB这边血线还可以保持的 应该是吃掉了奶酪 两枪啊 奎音的这个血量 直接就一半了 两枪一半血没了 恶劲偏事啊 盯过来一下老陈 但是再美已经带走了 对方的萨尔 然后再美开始往前追 一个大根给上去 再接着追 带走对方的小鹿 紫毛虽然被击杀了 但是GG后续的战斗 好像是有点 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打不过这几个人 奶率刚才那两枪 伤害太变态了 真的就是两枪上去 这TA一半血没了 什么 什么怪物 看这块萨尔 这个萨尔的框大 直接被对方的死灵法 上来给秒了 奶率中了一个大招 死灵法直接给上一发斩 A4 开始BKB 顶住了对方 这一发斩杀的伤害 没有死 还可以 还可以 奶率现在的装备 已经起来了 BKB大雷锤 大踢踢 大引刀 再加上一个 林野长弓 下一个装备做冰眼 手里面现在还有一个 假腿带着宝石 看一下 这又是 这又是大飞鞋 过来救人 又是一个大飞鞋 过来救人 这边直接秒掉 对方的小鹿 再往前追 这个时候对方的盾 其实是没有BKB的 这个残烟 差一点拉住奎音 好在奎音手快 跳刀直接闪人 Ace这个地方 别浪了 对方有连击刀的 这刮一下 你受不了的呀 看看这个TA 被对方给上 一发天堂脚械 这块开启 自己的一个二几刀TB 再努力输出 对方的奶率 奶率开启了 自己的一个BKB 然后往回走 恶劲批事 盯一下 米开这边 直接被Ace了 对方的双大哥 找到了机会 完成了奶率的击杀 而且杜姆的大招 给到了死灵法 这样的话 同时废掉你两个大胳膊 而且可以完成击杀 这样的话 这一波利快的打不过了 这波利快的 还要再死一个老陈 老陈看得到 对手的一个TA 是跑不掉的 TA这波完成双杀 Nice 虽然小鹿第一时间 被对方给送走了 但是抓的这一波 机会非常的漂亮 夜眼还扫了一下 扫到了这块的一个子猫 但是子猫呢 极限的位置 这是跑掉了 恶劲批事 盯回来一下 对手的邪影 方程邪影 可能开启自己的暗影之境 但是好像还是 点走不出去的样子 子猫共用外冲 秒一个可以 然后异化走掉 这个异化的圈足够大 撤回去了 这里又看到了 对方的一个小鹿 但是应该不能再动手 扎一个对方的酱油 已经不错了 然后对手完成了一波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 一换四吧 算是 小鹿那个 不算在这波团战当中 末日这边也做了个大飞鞋 你飞队友 我也飞队友 所以说大飞鞋就是厉害 你知道吧 大飞鞋这个版本 他就是厉害 不过说实话 地图大了一整圈 更短的CD和更快的移速 这个属性 他真的是更值钱了 确实值钱 但是像 再美这种裸 大飞鞋的这个做法 我确实是比较少见 林法这边 上上现在是出了一个 五级大根了 已经 跳到五级大根 大飞鞋 天堂 加一个会光 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 散 出的是虚灵刀 虚灵刀 五级大根 加斩杀 直接秒人了 这一套 再美这块 开一下自己的二技能 这个区域 跳刀闪一下 正好跟小鹿 两个人呢 都没有遭遇 还行 再美没有选择 往下走 而是一直贴着地图的边缘 在溜 林三家 这块其实是很结实的 但是这个TP 好像被对方给抓到了 小鹿上来开始给输出 小鹿的输出 确实有点挡不住 TA上来 给上一刀 两刀 三刀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TA 去打对方的老陈 其实很吃力 因为老陈很结实 但真的挺结实的 现在正面团战 Liquid 其实是不愿意 跟对方开5v5正面团的 因为5v5正面团 你很难避免 被对方杜牧 大一个关键点 这40分钟 正好肉删 回到了天徽邦 回到天徽邦的话 换成一个A杖 一个A杖 这个A杖 打下来 给杜牧吧 给杜牧 或者给TA 应该都是不错 给萨尔 给萨尔 不过萨尔自己 已经做了一半了 应该不给他了 给杜牧了 应该就是 杜牧这样的话 可以选择搭自己 然后去贴对手的 这个时候他贴谁都行 这个时候无所谓 就是他能贴到谁 就贴到谁 对方的三大哥 最理想的状态 是贴对方奶绿 因为现在场面 打到这个局面 奶绿如果没了的话 只靠紫猫加死灵法 两个人的输出 确实还是打不过 这个TB加TA的双大哥 奶绿身的冰年也有了 奶绿冰年24级 奶绿要是25级的话 25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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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25级的天赋 对群人逼灵 在这场比赛当中来说 反而倒没什么提升 说实话 没什么提升 TA里边果然是直接出了英灵凶真 没有考虑去做那个否决 他这场比赛出英灵凶真 应该是提升最直接的一个道具 当然了 这个道具也是真的贵 然后末日开个焦土跟他烫兵线 BG的阵容在游戏的中后期打起来的话 肯定还是优势的 虽然说这样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这里给我们大招给到自己 贴对手的小花仙 先带走一个小花仙 然后再往上贴 去贴对手的这个死灵法 那死灵法这波开不出来技能了 哎呦 这里开了个中立装备的隐身 还是被对手给看到了 TB过来给上一个倒影 然后末日过来 利用自己的技能再沉默一下 再给一个炎刃打晕 这一波小花仙没有买 死灵法是有买的 对方带奶带盾 末日没有刷新 但是末日手里边有一个灵痕 刚刚这一波奶绿能不能顶得住吧 奶绿这边大一 这块隐身开起来 然后呢找一下机会 DA身上先带你 长过 紫猫上带开始给出出 死人把选择买活 这块直接给上个25级的换魂 出来了以后 对方所有的人 全部撤出了这个区域 而且萨尔的方大是 把其他所有人 全部留在了这个区域 奶绿并没有选择开大招 因为知道这个第一轮的技能 对方一定是会撤的 所以他这个大招不着急开 而且现在就算是他不开大招 伤害也不算低 这波出来以后 哎呦杜姆 看一下 直接大招大自己 这根奶绿被贴脸了 完了尴尬了 奶绿被留住了 奶绿之后开出来 自己的大招加BKB 居然恶劲贴士回去 我让他把技能开出来了 这个奶绿在疯狂输出 TB赶到中边那场 给上一把倒影 这边换魂在疯狂沉默 然后这里该一个恐惧 把对方的米开轰走 推推上来 没有反野 完了 TB的第一条命送了 还好TB现在的 开的是一个 换魂站起来以后 第二条命 直接被拉住 那么再开BKB换鞋 奶绿还在努力的输出的 这里给上一把斩 没有斩死 推推过来追死对手 TA上来贴脸 看一下这一波 TA能扛得住吗 被对方残阴 萨尔关键石头 过来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TA被对方连控 米开暴走 我的天哪 这个米开 暴得太成功了 奶绿一波暴走 我的天 BB选择了买活 米开这一波团战 打了18487的伤害 18000多 战路暴走 队友的技能 旧的简直一个比一个极限 让中路高地 对方开个塔房 现在大哥为TA是可以买的 小路也是可以买的 萨尔还有十几秒复活 TA选择了买活 买活之后 看一下这个买活的TB 在外面被对方的小花仙 抓落单了 抓了一波落单以后 这里直接再开一个暗影之境 再往前追 没有视野的拉乔 这波成功的撤离 但是中路的高地和上路的高地 我们看一下 这边三个人在拆 塔房开起来 上路的高地 这波也给他拆了 这波打完以后 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又是实现了一个反潮 这个买去 买率这个输出太离谱 买率有魔晶了 有魔晶了 但是他现在一层buff都没有 一层buff都没有 目前还 下一个装备准备跟的是 敏捷跳 为什么拿tb要放奶率啊 因为奶率是第二首选的 tb是第四首选的 看看子猫的属性 子猫现在 155力量 100敏捷 136智力 白字弓251 绿字弓77 加起来300多弓 大引刀加天堂 加联机刀加林肯 还带了一个致灭 他现在的每一次平A 还会附带一个致灭的 40 45吧 好像现在是 40 对 45 魔法攻击伤害 奶率身上带的是一个-CD 球影比灵也出了一个大飞鞋 紫灵瓦大飞鞋 球影比灵大飞鞋 老神这边因为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大绿鞋了 所以 他没有选择出大飞鞋 当然老神出大飞鞋 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经济方面 奶率现在已经364 超过了TB 仅次于吃掉了一杖的末日 看一下这一波 多目大招贴脸 完了 奶率没了 奶率这波直接被秒 TB太变身 奶率选择了直接买活 大飞鞋飞回正面战场 子猫也被秒了 可是子猫没有买活了 现在 子猫是没有买活的 奶率这波买活回来以后 正面战场感觉好像有点打不了 有点打不了 队友没有人出推推啊 这样比赛 队友人有没有 没有做推推 队友一把推推都没有 这个奶率完全出不去 上一波 奶率被帝帮末日贴脸了以后 是因为萨尔给了一个恶念贴士 然后呢末日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没有及时调整回去去贴 导致让对方奶率开出来了大招和BKB DAA这块选择是单刷了一下这个魔方 然后发现好点打不动 有点打不动 这奶率要被弹死了 这么打 你们得打这个东西 要打就直接打 要打就直接打 要不就别打 这玩意回的太快了 你稍微犹豫一下 他这个东西很快就回满了 祝我们现在四万经典 奶率这波买活之后呢 经济掉了三分三 比对手的TB还是稍微多一点点 要多的有限 这块Boxy吃了一个神符 1962经验 这个经验是够接近够他直接胜一级的 对于他们来说 应该还是给末日 末日的双大招 还是效果更好一点吧 大家可以先拿着 然后不吃 他们选择是先放到TB的背包里 放TB的背包里边的话 以防万一算是 现在50分钟了 两边还是一个军事的状态 尽管说目前Liquid 破掉了对方的中路和上路高地 两路高地 但是对方这个阵容的倾限能力 非常的出色 所以两路大兵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一个英雄 获取两刀的事 压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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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波GD是选择一波开悟 往TB那边再靠 依然发一个过头 看一下小鹿的位置 能不能把这小鹿给他秒了 能秒了也行 能秒了也行 他们这个小鹿是来探鹿的 虽然知道是探鹿的 但是如果输出够能秒的话 也不是不行 好像秒不了 小鹿一个人开始加血 再往前顶 这个呜呜 这一个大标的伤害 其实没多少 因为小鹿一直在跟 完了小鹿给秒了 小鹿追的太远了 这波实在是 队友里边跟不上 他一个人追的太远了 就是这样的 宝石掉到地上 看到这个宝石以后 拿招勻生物上去开视野 然后老陈上去开视野 TI打了一套 但是因三尼亚表示 好像还能扛一扛 看看这个杜姆 他在找对方的乃绿 但是第一时间没找到 让乃绿开出来了技能 换魂直接把后排全部断掉 因三尼亚跟对方的小鹿 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两个人都是去给自己的大哥开视野 然后跟对方完成一换一 以后买活 上路TB回去防守 看一下这个 死灵法 飞了一下子猫 然后让子猫去追人 他好飞过去利用自己的大哥 来搞视乡人 这边群雾毕灵 也是出了一个大飞鞋 我自己的机动性不好 我靠我的队友去机动 萨尔身上这块有一个物 看看子猫身上有一个刮沙 有一个刮沙 但是并没有外边的视野 所以这波也没法上了 还是没有抓到对方的英雄 那么比赛还将继续 赛还将继续 看看老陈身上的装备 老陈身上现在是大勋章 大鞋 大摩 大项链 大 先锋盾 加上大针眼 还有小祭品 之所以是小祭品 不是大祭品 都怪 都怪威慑把大祭品拆了 这个销了 真正意义上的销了 消失的销 直接给删了 这波看起来 又抓到了对方的老陈 老陈这里大鞋 走一波 对方在减速往里面追 给上一个倒影 给视野 因三年 这波跑不掉了 这波跑不掉了 吃了一个项链 身上戴的是一个烈士凶 烈士林甲 选择给自己的队伍去吸收伤害 新版本这么容易膀胱 还是因为这两个队伍 实力接近 两个原因都有 两方面原因都是有的 看了中路的这波上高 目前正面是一个五打四 而且带盾带奶 带盾带奶 带刷新 开个塔房 拖一拖时间 小花仙已经有了A帐 这个A帐小花仙 还差个攻速装 他在有攻速装的话 可以当大哥打了 这块残烟 拉住TB 这里直接蓄灵刀 大哥给一套 开分身往回走 转身回来以后接着拆 找小路换一下血 反正小路开始加血 这个回血也快 中路的高地 这波应该是直接没了吗 不开个塔房吗 开一下 开一下 但是没有老陈 他们选择不着急上去打 接着利用小花仙的一个 这块魔精上去 消耗一下 然后直接跳刀回来 中路高地 被对手反拆 拆完了以后 对方准备直接过来拆下路 紫猫这个时候 应该是有魔精残印的吧 应该有魔精残印 可以无限的甩 尽可能多往外面 甩几个残印出去 这一波看看 过来直接拉 给一套 并没有能够成功 萨尔这块是给上了一个框大 但是只定住了死灵法师 没有了萨尔的框大 这个正面团战 好像是可以打了 而且柔山盾也到时间消了 老陈马上复活 正面战场 这个时候GG要撤了 GG真的要撤了 不能再打了 再打要出事了 这个时候死灵法 直接选择飞了兵线 从后排过来 截杀对手 这么大的胆子吗 还是只拉到了对方一个小鹿 那也行为了 没留个大哥 这波斩死对方的小鹿 104秒的播时间 中路现在两边都是大兵 都是大兵的话 人头数目前是33比36 死灵法 五级大哥加跳刀 虚灵刀天堂大飞鞋 A杖 大家击杀是懂吗 死灵法这样出装的话 如果他出了A杖的话 以这场比赛阵容来说 他其实可以考虑一个林肯 可以考虑一个林肯 下路的高地 目前TB是没有变身的 变身CD还有20多秒 看看力会的鹰敢打吗 可能会想着尝试去找一找机会 但是不会盲目的去进攻 TB拿幻象在这拖 TB拿幻象去闪前面去青霞线 这里开战影之境 拆对方的下路高地塔 不过按照鞋影方灵的伤害 来拆塔确实是有点难 56分钟了 马上要出五节装备 现在游戏的时间 真正奔着五节装备出了呀 这位大哥上秒对方的幻象 然后呢下路的高地塔高破 开完下路高地塔以后 队友这个鞋影方灵 可能要等一下自己的下一波技能CD 上路的兵线是没有压力的 中路兵线的话 你是大兵 我也是大兵 然后我这边的梅亚塔都还在 所以并不用担心对方中路的兵线 对基地造成太大的威胁 对方的兵线推过来两波吧 两波差不多就会被 这个梅亚塔全部都消耗掉 然后就又会回到门口附近 然后两边兵线在不停的消耗这样的一个状态 GG在手里面的装备还有一个奶酪 刷新球碎片还在吗 在在萨尔手里面 而且萨尔现在是一仗的 A仗刷新萨尔大 很厉害 好吧 很厉害这个东西 死灵法跑到了上路 在这个地方过来 单人去埋伏人了 想要暗算一下对手 秒一个幻象 第二个幻象也给他秒了 肃末出来以后 想看一看对方的死灵法 会不会继续浪 如果再浪的话就单杀你 他说下个肉山应该绝胜负了吧 不好说 不好说 这个局面打成这个样子的话 很难一波制胜 买活太多了 因为 而且现在肉山盾这个东西 对于很多英雄来说的话 他不一定是个提升 你知道吗 有的英雄现在身上的格子 真的没有地方去带一个肉山盾 你带着这个肉山盾 很有可能你第一条命是白给的 没有意义 就只能吃几个技能 而且吃了可能还不是什么太关键的技能 这块老陈居然拿自己的召唤生物 在这勾兵线玩 你可是太秀了 砸了个人马 在这勾着兵线 带着兵线 满接六圈 然后甚至所有的人都堆在 肉山坑这个区域 可惜那肉山刷新的时间 是在白天 然后紫猫在门口这边扔了一大堆的残阴 在这等着阴对手 还是有想法 你别说这帮人 这块TP的本体被发现了 看看这个孔雀并没有扔出来 妮莎出来以后一个残阴 这个地方没有拉住 没有拉住 第一下让对方开启了BKB 这样往BKB开出来 但是没有打掉 而对方米开也开启了自己的BKB 加大招 看一下这里也被闭锁 TP也开启变身 萨尔框大给出来 但是并没有框到乃绿 乃绿这边的地方被砍一下 TP开始疯狂输出 这个乃绿能救下来吗 好像救不下来 乃绿被秒 秒完了以后 TP的血量现在非常的低 紫猫还在追 正面战场另外一侧 乃绿买活 回来以后直接一个大飞鞋 对方更加撇视 并没有能够把乃绿给盯回去 那小鹿这里被带走 TP换鞋找到在妹 可是被给上了一个恐惧 哥几个在继续追 直接开启一个蓄力 NICE TP被带走了 紫猫也被完成了一次击杀 但是这哥几个全都有买活 全都有买活 全都有飞鞋 现在是双大哥被对方击杀掉 肉杉还有三秒钟复活 这个复活的话是在天规坊 那这哥几个选择 直接去做传送门 去天规坊肉杉 而且来的时候 正好肉杉刷新了 正好肉杉刷新 这一波的话呢 是带A仗 A仗这场比赛 从阵容来讲的话 给紫猫吧 给紫猫或者老陈 给老陈的话 会增加老陈的操作量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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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猫应该是最直接有效的 紫猫一仗 给2.0 点数加沉默 萨尔 这里也被瞄 哎呦 这个萨尔被瞄了 可是有点个硬了 这样啊 萨尔只有一条命了 现在魔晶方面来看的话 Liquid还有两个人没有 紫猫和老陈 现在都没有魔晶 萨尔和TB两个人 双双选到买活 这波逼买活 还是非常成功的 逼出来了对手的买活 那群猫毕灵线 身上带着肉杉盾 然后呢 手里面 现在背包里放了黑黄罩 五阶装备 看看五阶装备 末日换了个啥 这个五阶装备 他还在想 其实对于末日来说 没什么可想的 末日真的没什么可想 末日五阶装备 你就直接换机械之心就完了 就这场比赛而言 直接就换机械之心 或者换秘书师铠甲 就这两个东西 要是选一就完了 秘书师铠甲 就换这两个东西 其中之一 选择先给队友了 他选择没换 给队友了 给TB换了一个海盗帽 TB换了一个海盗帽 然后呢 TA里边就换了一个 机械之心 看一下 Liquid这些人的装备 CB0这里肯定 他是要换海盗帽的 因为他的攻速 对于他的伤害提升 真的是太大了 解影方灵 如果能拿到五阶装备的话 他也应该换个海盗帽 他现在的攻速是494 还不够快 他可以再换一个海盗帽 他能攻速再快一点 紫猫这边选择换了一个原力席 原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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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驱散效果 还行 他有一个驱散效果 可以解决一下 圣旁的魔晶的 那个陷阱 这有一些帮助的 死灵法肯定是巨人力量直接 让自己变得更硬一点 老陈身上 现在仍然带了一个烈士灵甲 看看待会他准备换什么吧 CB海盗末日 手里面现在还是没有换东西 现在这个4800血 30多接近40护甲 然后自带一个优魂护照的死灵法 确实有点难杀了 变得 而且这加入 还出了一个天堂之解 用天堂之解来去针对对手的 TB和TA两个输出点 末日手里边是 有一个五阶代币 还没有选择换装备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人有没有更新了新装备的 解影方灵 居然是换了个原力鞋 也行吧 多一个驱散 多一个驱散 有用 这个有用是没问题的 萨尔手里面带了个仙丑之石 这是好东西 这里也看看 虚灵刀 虚灵大哥好像给的顺序是错的 给萨尔哥哥宁皮射 留住对方的死灵法 这个死灵法的第一条命感就要掉 这里只拉住对方的小木 看一眼杜木上来贴脸 秒掉了死灵法 死灵法选择了直接买活 非自己的队友 过来要准备一波反打 另外在这波准备一波反打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成功 第一时间没有成功 对方的杜木的第一个大用掉了 第二个大招的话 已经提前刷出来 以前刷出来 山上带了巨人力量戒 5800多的血 但是他的护甲并不够 他的这个血量适合去打奶绿 因为奶绿开大以后 是魔法伤害 不看护甲 但是奶绿大招结束以后 就变物理了 奶绿这块现在 山上带了个敏捷跳 第五级代币是什么来的 一样跟前四级的代币是一样的 老陈也换了一个推推鞋 三个推推鞋 一个巨人力量戒 然后再加上一个海盗帽 这个有了 推推鞋对于这场比赛的 Liquid来说 他的整体提升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帮人 他们其实是需要在身上穿鞋的 他们本身是必须要穿鞋的 老陈是未施性甲 剩下那根几个都是飞鞋 你这个鞋是不能放包里的 不过后面改版 说这个鞋放包里边 它也可以让你免费用TP 免费TP的效果仍然存在 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奶绿没大炮少点味 奶绿出这大影刀啊 这个大影刀 肯定就不用出大炮了呀 鞋领方灵下一个装备 如果再出的话 可能就是减CD了 哎 这边迫不成功 直接技能开起来 往回撤 这是个幻象 幻象直接用大根秒就完了 推推鞋带一个主动的驱散 就是带一个自身驱散的一个效果 这个东西在这场比赛当中挺实用的 因为对手有一个TATA的那个魔精 有点讨厌 他那个魔精陷阱炸炸沉没这个效果 挺讨厌的 看看萨尔这个位置过来 在对方的高台上插了一颗假眼 嗯 真眼 插了一颗真眼 插了一颗真眼 现在肉山盾是抹得了已经 那么奶酪还在小三女的手里 然后这里给上一个大根 小考虑一下 大根现在的CD应该是非常短的 一大根的CD很短 十几秒一个 15秒一个 现在的大根好像是固定CD 以前是等级越高CD越短 看看这块紫毛残烟拉住了 漂亮 直接找到对手 一个小鹿 一个斩杀 这个斩杀没斩死 对方在这结实 第一波伤害不够 那么最后还是被尼闪完成了击杀 打完这波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 就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67分钟赛 当前这个大家普遍 都很有钱的版本里面来说 大根位早就已经饱和了 上来的就是看酱油 把对方的陷阱 轻一敲 杜姆直接上来 然后队友大飞鞋飞 这边出来了 死刑法 死刑法 队友把他救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波反打就厉害了 GG这个时候 看看能不能跑得掉 对方要追吗 紫猫要敢追吗 这个时候 紫猫应该是不敢直接强行追 因为萨尔的大 还在 萨尔的大还在 而且萨尔自己出了个刷新球 现在萨尔自带刷新双大 萨尔自带刷新双小花仙 其实应该出个大推推的 萨尔自带刷新双小路身上的装备是秘书师铠甲加上笔子 然后也出了BKB 魔抗太高了 他现在 魔抗是真的高 秘书师铠甲这个玩意儿加20%的魔抗 然后还有一个顿护的光环 在1200范围内所有的友军提供一个5点护甲和20%魔抗的一个光环 这个玩意儿的抗性魔抗现在是75% 75%的魔抗 大叔这不开始卖盘 这场比赛永恒之盘现在的作用就很小了 真的很小 两边现在其实都是在拼一波输出 而且前排的顶着那个人 你就是有永恒之盘 收益也不会特别高 永恒之盘这个东西是在对手是那种强鸟人阵容 且注意他有一个且 且你这边这个人他有永恒之盘可以起到一个 放出来你的关键技能的情况下 但是这场比赛两边的人其实都是以持续输出为主 他的收益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 这个肉栓已经刷新了 这个肉栓已经刷新了 不过这是个A帐的肉栓 这个A帐现在也就是给TA了 上下的这哥几个除了小鹿以外都有 小鹿和TA 小鹿的跃动这个技能有一些作用吧 但是并不能够带来太多输出的提升 但跟这个肉栓怎么说 肉栓已经刷了 但是GG并没有着急打 这个微知好像是破雾了 子灵法直接都出来 这里推了一下 从这个里面其实是出来了的 但是对方的速度很高 子灵法没秒 但是TB也没秒了 125秒要买活吗 杜莫选择开启了自己的大招 子猫直接去断后排 强行给对方缴线 这里萨尔刷新 第二个大招出来以后 乃绿有点扛不得住 推了一下 乃绿被击杀 选择买活 对方的TB也买活 看看末日 末日好像有点扛不住 乃绿传的是谁呀 乃绿这半天一直没有到 乃绿这半天没有到 终于来了 TB的第二条命 TB的第二条命被打掉了 这还怎么打呀 TB硬生生被对方的乃绿给A死了 这里子猫一个残烟 拉住了对方的TA 这个TA能不能走得掉 很关键 这里给上一把天堂 脚械再一个刮杀过来 接着去提供视野 然后开启自己的所有能开的技能 TA也开启了BKB 只剩着先往回撤一下 结果小花仙再跳上来 开启自己的暗影之镜 反正我暗影之镜 已经打不了我 有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 铃花扔出去 这个地方还没有 小鹿 小鹿现在已经完全扛不住 对方的输出了 直接别带走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我没有看到奶绿在复杀以后 他选择船的是哪 我没看见 这波必须要回看一下 因为这波是一个 关键的一副反战了 完了我好像太卡了 我好像太卡了 我再倒是哪 看一下奶绿啊 奶绿在买活以后 奶绿这个位置 这个是第一波 奶绿还没有死 然后奶绿被击杀 奶绿买活了以后 直接选择是替了 这个前哨战 他替的是前哨战 然后落地以后 直接跳过来 跳过来以后 开始去A这个TB TB根本就没有找到机会 去放自己的大招 就被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点这个返回直播了 我怕点返回直播 一给我崩出去就完了 尤其打到这个份上的话 已经很难去说 还能再有 很长时间了 我怕给我崩出去 我连不回来就尴尬了 这样的话 两条命打掉了以后 我们看一下 这哥几个 这应该还是刚才那一波 那哥几个都回去了 留下了一个小鹿 小鹿这个地方 帮自己的大哥们断后 这里被留住 最后奶绿完成了这个击杀 奶绿手里边 带着海盗帽 这个输出太高了 回过头再过来打一圈肉圈 这波团战 这个输出甭管是真的假的 甭管是不是因为回看 导致了这个数据bug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看的 这个数据bug 但是就算不是 就算是把这个数砍一半 好吧 就算是砍一半 就算是砍一半 这个也非常非常非常的离谱 这波打完了以后 TP42秒复活 那么死灵法有16秒 死灵法是活了以后有大飞鞋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买活情况 死灵法居然是因为没有钱去买活 到了游戏这个时间 居然是因为没有钱 5562点写的死灵法 上上带了一个龙心 你开这波死灵法复活以后 直接上高地 那么对方只有一个塔房 可以拖一点时间 死灵法直接走而已就行 因为这根只要没有TP的输出 其他人的输出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这边直接一个扬刀 扬主仨给人 狂大这个TA还行 救下来了 PKP开起来 杜姆直接贴脸 但是杜姆扛不住 对方的输出有点高 这里小花仙被秒掉 小花仙直接选择了买活 小花仙的飞鞋是小飞鞋 选择飞到了这个兵线上面 其实他可以直接飞这个兵线 但是他选择是飞后面 这样可以防止被对方恶劲批试 叮 这个恶劲批试 给到死灵法身上 死灵法在正面战场 被对方一顿合击 直接秒掉 萨尔这里被击杀掉 和萨尔是可以买活的 三条兵线全部拆掉 现在出超级兵 这个超级兵有点难受 GG现在没法马上出来 反打 这个小路怎么回事 这个小路想出来 直接跟对手搏命 开启BKP 没有能够搏命成功 对方现在超级兵了 只有一波的机会 萨尔问你别事 这里直接用一个异化绷走 老陈给自己的队友 断一下后 被对方给了一套技能 打上来控制 开始给出拖 老陈随便的吃虫点 打开一下 不过所有其他的装备 都已经用过了 那么这波救不下来 门牙塔 马上就要被兵线 拔掉一个了 最关键的是 超级兵才刚刚出来呀 超级兵才刚刚出来呀 加级死灵法 50多秒复活 那么老陈是110秒 老陈没有买活 紫猫选择 这边这个圣剑 是谁买的 是他自己买的吗 紫猫的这个圣剑 从山上的装备来看的话 像是 像是自己买的 主要是对方 我看一下经济 我看一下经济 有没有某一个大哥的经济 突然间掉 没有 对方的三大哥的经济 都没有突然间掉 那这个就是他自己 自己买的一把圣剑 呃 这个自己买的 圣剑 然后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大风杖 因为欺负对手 这辆比赛没做否决挂式 用大风杖来救一下 被对手萨尔扛大的人 也是个办法 也是个办法 现在 GG 看看这个中 下路的这个兵线 下路的兵线 现在 带上来 对方要拆吗 老全是50多秒 哦 DOOM上来 直接找到了乃绿 完了 乃绿这边带盾 第一条命没了 第二条命站起来 好像救不下来 死灵法也没玩救 这样的话乃绿的圣剑 又掉了 乃绿这个位置 对方的杜姆 还在往上根 再踩一脚 这个地方没死 乃绿没死 恶年平时再盯一下 乃绿还是没死 TA被脚械打不出来伤害 小路开始给输出 TB也被击杀掉 没有满活 小路一顿疯狂 大招输出 带走对方的乃绿 乃绿没有满活 紫猫 看看地上 这儿有一把圣剑 杜姆开始自己的 第二个大招在贴 这个时候乃绿 没有的话 没有远程输出 紫猫进来 自己的二技能 对方打不出来伤害 再回到高台上面 对着一倍 对方恶念批示 回来 但是问题不大 我还没有死 小路又是给了 一个大推推 可是对方再次 开启了优惠护罩 小路也A不到对手 紫猫在追着 这场比赛结束了 而最终萨尔 是一张TB 回到了家里面 可是现在是超级 没有死灵法 直接一个大飞鞋 飞到上路的兵线 带着兵线 直接冲向对方的基地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波打下来以后 刚才好像是 EA把 把对方的奶率 给推出去了 因为没有第二把推推 杜姆站在边上 只有他能推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GG打出了 GG 恭喜Liquid 终于也是 适合几个月的时间 可能得 得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终于是战胜了GG 那么这场比赛 运气也不错 没崩出去 这要是中间 给我崩出去的话 我就哭了 行了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 最终给大家看一张数据好了 给大家看一张比赛 最后的一个数据 人都是数 47 那奶率最终是打了一个 19杀 10死 13助攻的数据 对方的TA是 19杀 7死 15助攻 那么 TB是 8杀 8死 17助攻 对方再妹是打了 10杀 13死 26个助攻 那么中单的妮莎 这场比赛 是8杀 9死 28个助攻的一个数据 在输出方面呢 来看 呃 奶率是打了 9万1的伤害 TA打了 7万3 两边其实都很猛 承受伤害方面 TA挨了15万的打 A4这边被打了16万3 TB13万 小鹿12万 而再妹被打了10万0600 妮莎的子猫被打了9万6 老陈挨了9万1 两边从输出 从数据 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 表现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甚至一直到比赛的最后 两边的经济 都是十分接近的一个情况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可以说这个夜不白熬啊 虽然已经是早晨的4点钟了 但这个夜不白熬 这场比赛是真的好看 好吧 好看 好了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这场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下期节目见 明天的比赛 明天的比赛 比今天的开始时间要稍微早一点点 明年的败者组决赛 由GG对战SR 是在晚上的7点开始 那么晚上7点 咱们这里的话应该就是7点15到7点25之间开播 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如果我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话 好了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明天见 拜拜